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的提问明显是想听到这样的回答 即匈牙利是一个糟糕的地方 匈中关系对匈牙利和欧洲都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面对这些问题 我会尽量解释 事实并不是这样 法广的报道称 多欧国家匈牙利4月3日举行大选 金莫斯科及北京的现任总理欧尔班高票胜出 第四次连选连任 使反对党陷入绝望 匈牙利与中国的关系虽然并不足以影响此次选举结果 但却是布鲁塞尔的一大聚焦点 匈牙利是最早与中国坚属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欧盟国家 该国还多次否决了欧盟谴责中国人权的议案 少莱特教授在接受法广的采访中表示 成为汉学家是因为家庭传统 20世纪90年代 他的母亲梅可兰被派到中国担任大使 因此他跟随母亲到北京 在北京第55中学上学 还在北京读了一年的大学 回到匈牙利之后 他继续学习中文 成为了汉学家 对于目前 中兄双边关系 少莱特教授认为 两国在政治上关系十分好 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合作也很好 但是经济合作并不理想 匈牙利对中国的出口没有增加 中国对匈牙利的投资也比较有限 法广记者在采访中提出涉江 涉港问题 指责匈牙利在欧盟多个谴责中国人权的议案上投了否决票 少莱特教授表示 这些问题有很多层次 我们首先必须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才能解决世界的问题 他表示 匈牙利应该与欧盟立场一致 但是 欧盟的这些谴责议案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只是一纸空文 即使欧盟所有国家都一致支持 谴责议案也没有任何作用 有评论批评匈牙利是中国进入欧盟的特洛伊木马 您对此有何看法 面对法广这一提问 少莱特教授表示 他并不觉得中国在利用匈牙利恰恰相反 是这些东欧国家在利用中国 对中国来说 分裂欧盟可能没有重大意义 但是对匈牙利 波兰等国来说 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给他们带来筹码 显示他们不是仅依赖欧盟 他们还有别的朋友 所以 我并不认为这是中国的错误 而是这些国家自己的选择 少莱特教授10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谈及接候四年凶中 关系发展时表示 欧尔班在选举后举行的首次国际记者招待会上就说 未来会努力维护与中国的良好关系 及这方面不会发生变化 但少莱特认为 国际形势因乌克兰冲突变得愈加复杂 因此 胸中关系首先不会取决于匈牙利政府的意愿 而是取决于匈牙利在北约和欧盟中有多大的活动空间和自由度开展外交 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下 胸中关系有可能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 对于这一问题 少莱特教授表示 两国的经济关系中蕴藏的可能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我们欢迎更多中国投资进入匈牙利 不过很遗憾 新冠肺炎疫情对人员交往造成了许多不利影响 如2019年 有大约30万中国游客来到匈牙利 但之后可以说连一个人都没有 后疫情时代 很多领域需要重启 但与此同时 国际形势又发生了变化 西方正在对俄罗斯施加一系列制裁 如果形势继续恶化 战争继续 不排除美国会对匈牙利的对华关系施加更大压力